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趙薇 馬文君 原先安排16號率團考察太平島 卻因為17號院會表決延到18號 如今傳出是因為中方施壓 一定要在520前落地 520前登太平島是真的事情嗎 太平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沒有誰可以指 指令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不管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們自己安排考察的時間 馬文君矢口否認 強調延期到18號 唯一而且主要的考量點 就是因為當天運會表決 國民黨提的國會改革無法 但據傳國民黨原定的計畫申變 還有另一個考量點 除了520前一定要落地 給新政府施壓之外 因應美中持續在南海區域角力 國民黨避開普丁 防北京的16號 改為18號前往南海登太平島 是選邊站 與美非唱反調意味濃厚 這一種完全不需要考量 因爲什麼時候去 我們自己中華民國的領土 只能會是其他國家的因素 來影響我們 這個其他的國家都沒有關係 此時此刻 南海的議題上面 中國跟美非非常的aggressive 然後用欺騙 用這種非傳統的軍事手段 那這個時候 台灣的國會議員去太平島 會傳遞的訊息 我怕會讓外界混淆 此時時機不渝 就是不希望在這個時間點 來去造成區域的混亂 跟訊息的傳達的這個不清晰 堅持登島是真心為了捍衛主權 還是配合中國演出 國民黨令委們心裡最清楚 民視新聞 林靖胡錦順 宋宏林 台北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願給 nostra 晚上 下輪 旅遊 很多